經濟結構轉型我做了 社會安全網的強化我做了 民主防衛機制的建構我也做了 最後拒絕一國兩制 我也為2300萬的台灣人民做了 在黨外的年代在這裡集會遊行是不可想像的事 民進黨早期的年代在這裡集會遊行 隨時都會被警察用暴力去 但是今天不管任何人只要合法的集會遊行 警察會保護人民 我們再也不用擔心 警察會用水泡車 會用催淚瓦斯 再也不用擔心 警察會拿著盾牌警棍 突然衝進來把大家打得抽破血流 這就是民主年輕的守仇族們 這一條路台灣走得很久 它中間經歷過無數的抗爭 無數人的犧牲 才終於在這裡有這樣的生活方式 全世界 民主自由的價值會克服一切困難的 昨天 全世界最知名的時代雜誌 有一則關於台灣的報導 她在問 蔡英文能不能守住 華人世界裡唯一一塊自由的土地 明天我們要讓所有的人都看到 台灣人為世界守住了這一座民主堡壘 給大家做好不好 這也是四年前的選前職業 我答應過史明歐利桑的事 大家都還記得 晚會結束的時候 他有用力的跟我喊話 他告訴我 當台灣的總統 要有志氣 要有決心 要堅強 史明歐利桑今天已經不在了 但是他在天上會看到 我沒有忘記他的話 從2016年開始 從上任的第一天 我就開始啟動改革 加薪我做到了 減稅我做了 長照我做了 用途我做了 年金改革我做了 國防改革我做了 能源改革我做了 台商回人我做了 社會住宅我做了 婚姻平權我也做了 經濟結構轉型我做了 社會安全網的強化我做了 民主防衛機制的建構我也做了 最後拒絕一國兩制 我也為2300萬的台灣人民說了 你們都叫我台灣隊長 現在台灣隊長要向所有的台灣隊友 發出任務訊號 明天上午8點到下午4點 所有的人都出來投票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好 好